每年的春节前夕,蒋介石也按照惯例要给副官们一点赏金,但有部分内勤人员是尚未编列入市委名册中。 于是,蒋介石必须动用自己的钱来奖励这些人,虽然这对国家领袖来说只是一件小事,但如果遗漏了,可能会关系到这些内勤人员过年时的开支。 而这件事,蒋介石每次都记得清清楚楚,从来不会遗忘。 以下是蒋介石的贴身市委,翁元的回忆。 他说道,蒋介石对待他们,始终像是长辈对晚辈那样的亲切,有犯错就当面指点,从来没见过他发什么脾气。 到了有一年过年前,他回忆道,那次我在总统府,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,忽然听见市委官叫我,说总统叫我进去。 起先我是一愣,以为有什么事情。 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,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,数着一叠崭新的十元新钞,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。 他轻轻叫了我一声,我走到距离他的办公桌前方,几不远的地方,笔直站在他那。 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,翁元,这是我给你的奖赏,你要好好地用,不要浪费。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叠鲜红的十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,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。 那时,我真是感动莫名,只一个劲地说,谢谢先生,谢谢先生。 翁元接着提到,他自己很清楚,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,在五六零年代,一百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。 因为我是总统办公室内积人员尚未编列入市委名册之中,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,尽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,老先生每次都记得清清楚楚,从来不会以往。 记得有一次,他正在数钞票,数着数着,怎么多了一张。 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,抽回了一张,刚好是十张十元纸钞。 由此可见,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,这和他节俭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。 从这些小地方看出,老先生在许多方面还是保有中国传统的那种一周一范,当思来处不易的美德。 而在料理方面,蒋家的厨师则回忆。 蒋介石用钱一向很节俭,吃饭也不铺张,蒋家平时的餐饮并不奢侈,只是每逢过年才会丰盛一些。 在用餐方面,翁元则提到,蒋介石习惯在饭后吃点水果,从他吃水果也可以观察到他的节俭个性。 像他吃香蕉的时候,中午若是只吃其中的一小段,他会把中午没吃完的部分留在盘子里。 如果有人不知情,把这一小段丢掉的话,晚上难保要挨一顿责骂。 还有一次,蒋介石和两个孙子,蒋孝武和孝勇一起吃饭,蒋介石选了其中一片西瓜,切成两半,再分给孙子们吃。 他还一面说,东西不要随便浪费,小孩子只要够吃就可以了。 从这里不难想见,他是一个简土的老人。 另外,也是担任侍从人员的胡浩炳,回忆他接触到的蒋介石。 他接触的蒋公都是非常节俭,一生真的是清清白白。 他身上没有钱,衣服破了,不过之后照穿,皮鞋不穿新鞋,旧得好走路,他的东西并不考究。 虽然当了总统,过的是一届平民的生活。 吃过晚饭,他在官邸院子散步走路,看到院子里开了许多灯,他就骂,开这么多灯做什么,这些都是民智民膏啊。 而他另外也提到,蒋公一生最憎恨的就是共产党,大概是全中国最反共的人。 另一位侍从人员的张新超则回忆。 他说,蒋公每天祷告时,内容就是要反攻大陆,拯救大陆同胞。 洗澡时,他在浴缸里泡水,同样挂念着反攻大陆。 尤其是1962年,大陆逃亡潮时,因为他知道,共产主义是奴役人民生命的,所以要拯救大陆同胞,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张新超说,国共斗争,并非是蒋公跟毛泽东两人的私人权力斗争,主要是双方的理念不一样,蒋公不要人民被共产党奴役。 而曾任蒋介石市卫官的何湛斌,他则提到,蒋介石虽然贵为元首,但却没有私人财产。 在蒋介石过世之后,先生曾经住过的地方,草山行馆,士林官邸,中兴宾馆,西子湾宾馆,这些地方都交回去了。 譬如杨明山,先生的官邸,产权是台唐的,老嫂就归还给他们了。 先生自己没有私人的住宅,产权都不是他的,蒋公是公家的,他名下没有任何的产业。 所以他过世之后,金国先生不必申报遗产税,因为没有遗产。 我们对他的看法是,他的一言一行,一举一动,都可以作为人的典范。 在我们的看法,先生没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,都是很正派的,都是为国家,都是为人民的。 在我们的感觉,先生自己也很节俭,也没有什么私人的财产,我们跟在他后面,看他这种节俭,穿的衣服就是那几件,中山装就是中山装一套,军装就是军装,长跑马挂就是长跑马挂,没有偿换新的,吃的也很简单,也没有一点架子。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。 而蒋介石如果外出到地方时,总是喜欢与民众互动,常会要求随从,别限制民众接近他,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。 所以如果有警卫人员,驱赶或干涉老百姓的活动,一定会被蒋责骂。 他认为,老百姓在路上走得好好的,敢他们做什么。 以上,由蒋介石身边最贴近的侍从人员,回忆他私下的生活方式,可以说是最真实的呈现,也更可以见到,蒋介石,土石及亲民坦荡的风范。 而其中的翁元先生,因为服侍蒋介石近三十年的时间,与蒋介石有些私下互动的一言一行,直至今日,几十年过去,他仍难以忘怀。 他回忆道,有一年,在一个宴会场合,宴会已经结束,他坐在位子上休息,我则在忙着收餐具。 在我正不经意,用手抓起高脚洋酒杯,准备集中收存的时候,老先生忽然说, 翁副官,你这样拿酒杯是不对的,这么拿杯子是会失礼的,你看我拿酒杯的样子。 说完,他很优美地,用手托起一只高脚酒杯,然后又说, 你看,洋酒杯应该这样拖着拿,不是手抓着他,这样会在杯口留下指纹,很不礼貌。 翁元此时心想,一个贵为领袖的老人,竟然亲自为副官示范,如何正确取拿洋酒杯。 他的平易近人,细腻手里,让身为副官的翁元,敬佩有家,到现在都还让他记忆犹新。 而说到工作,他说,老先生对我的工作,从来没有任何的言辞责备,而我事实上,也没有任何的差错。 记得1968年,我以身体健康的理由,申请离开官邸,老先生知道了以后,还亲自找了医官,询问我的病情。 到我离行前,他还在赵建石告诉我,等你好了以后,需要的时候,再请你回来。 语气亲切真诚,后来到前副官李大伟科掌生病时,他第一个又想到我,叫我再回到他的身边。 时间到了1973到1974年间,那时在荣总病房,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, 然后,蒋先生突然问我,公元,你受过什么军事教育吗? 我被他这样突如其来疑问,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才恰当。 我只好直接说,报告先生,我因为一直跟在您身边,所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,或是正规的高等教育。 他听完接着问道,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? 我就从事地告诉他事情,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在医院里,没有人可以和他聊天,所以在心情繁问无聊的情况下,才找我问话。 经过这样的街谈,当时也在一旁值班的医疗小组医官,事后和我打句说, 翁副官,你这下子不得了了,老先生问你这些话,表示你升官有望,老先生要提拔你了。 我为言之后,笑了一笑,后来虽然,什么事都没有。 可是,老先生对我的关切之情,实在让我到现在,都还感怀不已。 但是,老先生也有他严肃的一面,他的严肃,却不失其宽厚与细腻。 例如有一回,我在中兴宾馆,离时请了半天假,出去办一件私事,请同事代理。 第二天,老先生见到我,第一句话就问我,你昨天怎么没有来? 以后应该要跟我请假呀。 还有一次,有位护士洛小姐有事叫我,她叫了一声,翁元,请你过来一下。 老先生听了,马上纠正她说,陆小姐,你不可以叫她的名字,应该叫她翁副官才是。 翁元说,这些点点滴滴,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,但却是令她一辈子难以忘怀的。 能为总统服务是很大的光荣,这是汪锡林先生,她在回顾官邸服务的总结。 先不说这个工作的性质,就论从前在抗战时,我们都认为她是最高领袖,民族英雄,也只有她构格。 当初蒋先生也受到很多责骂,从开始作战以前,很多人说她不抗日。 但我们经历了很多事之后,再回头看,觉得先生确实是对的。 孙子兵法里面说,作战要慎战,要非常谨慎。 先生是留日的,他对日本的军备,国力,各方面很了解,所以日本人扬言,三个月要灭中国,也不无道理。 所以,先生积极争取时间,想把国力,各方面都准备好才开战。 当时,大家骂他不抗日,不是他不抗日,是他非常了解日本的野心,一旦他觉得要打的时候,就会坚持到底,谁说都没用。 在国力相差巨大,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,先生领导我们抗战,所以我们大家对他是非常钦佩的,认为他是非常伟大的领袖,所以能为先生服务是很大的光荣。 以上从蒋介石身边侍从人员的回忆,也让我们对蒋介石多了一层新的认识。 人们常说,半君如半虎,在援手身旁服,总是担心犯了什么错,而万劫不复。 对于很多权贵来说,负责生活起居的人员,几乎当成是下人,不尊重或不礼貌地随意差遣,甚至辱骂,可以说是实有所闻。 蒋介石贵为一国领袖,见过大风大浪,且大权在握。 这样的身份,让人意外的是,在与身旁负责起居的随从相处,却又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 而竟是如此谦和,而且宽厚,如同像是长辈带晚辈那样的亲切,展现了不同于一般领袖的一面。